我是指好康 回到向選民報告的現場 好 那麼到底李登輝 如果幫蔡英文站台 會發生什麼效果 老實認為沒什麼太大作用 沒什麼了不起 因為已經預期了 不是 我給台下的人很振奮 興奮 但是總體來講 他這個支持度 我們再舉個牌 認為對蔡英文有幫助的 打拳 認為沒幫助的打差 我還是認為有 但是是微乎其微嘛 都認為有效 那你會看得一定要有站台 不出來太辜負大家了 李登輝站台有個很重要的情誌 馬宋分裂 這就是效應在這邊 其實李登輝是顧民進黨的基本盤 但是他要營造你馬宋要分裂 李登輝會不會替宋楚瑜站台 大家來看 舉盤 認為會的舉圈不會舉抄 大家看劉文雄 我們舉個沒有用 打差 不排除 真的不排除 我是打差 這有意思 不排除 可是有利有弊 很難算 李登輝不會 你永遠不會 李登輝不會 你永遠永遠不會 沒有必要嘛 對不對 就是宋楚瑜的票 跟李登輝的票 中間有重疊嗎 對不對 那有可以加起來嗎 這樣綠 綠就不會回流 他要讓綠的票從宋楚瑜回流 他怎麼會替宋站台 你不可能 還有就政治路線來說 因為我剛剛提到 因為這段時間 他每次出來都談到政治路線 你要想九十歲又大病的老先生 在出來的時候 他就不需要去算那一些 對不對 所以他不是過去你們所想的 那一個時代 還在主流非主流之爭的李登輝 因為時間已經不一樣了 我報告一下就是說 你們期待李登輝 可以宋楚瑜站台嗎 沒有 我先把他講 就是李登輝個人的影響力 有到可以影響 當選跟不當選 我從來不相信 但是如果是用悲情的方式 好像他還覺得悲情 可能會有一點效果 但是你想想看 剛才大佬已經講了嘛 不管是國政顧問團 或者是那個 其實他是有議題的 包括2004年 那個守牽守護台灣 他這個 就民進黨來講 他們認為是一個主權的一個 宣誓的一個東西嘛 所以今年 還是以議題為主嘛 議題找得對 不管是到處什麼方式 他還是會勝的 不是 老趙 不站台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 就是說原先有意無意 暗示鼓勵他參選 目的已經達成了 第一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他最後結果 如果要幫蔡英文的話 是希望宋跟馬的票 越平均越好 他如果出來幫宋讚的話 又把宋的票趕回去給馬英九了嘛 就不平均了 他為什麼會做這種傻子 最重要是他不希望 他希望綠的能夠回流到菜 不要留在宋這裡 他如果給宋讚 搞不好綠的就... 不不不 綠的不會那麼笨 綠的不會那麼笨 我們藍的那麼笨 不是 他讚了宋楚瑜 那兩個馬跟宋的票 就不平均了 好吧 我認為本來也... 你要怎麼平均 馬英九從40變成25 宋楚瑜從10變成25 你不要破碎李文雄的夢 人家來做你的來賓 你怎麼這麼無情 不是... 好吧 我們看一下 馬英九到南部去 聽說南部的立委參選人 都覺得老農年輕 一千塊變成316塊 等等... 那當然馬英九說 除了老農 其他老人也要公平 所有的人通通四年 按照物價指數來調整等等 但是拿不到的還是覺得 到嘴的肉不見了 他們現在就很期待 說周美青來浮選 我們看一下 再來一位就是說 特別提到我的內人 那麼因為最近看到 這個中文時報的民調 他比我高很多 好 港仔 英文學民進洞 他思考的時候我一定會出來 他現在公平的活動也很多 但是呢 我一定回去 向他報告 親取指示 然後... 謝謝大家 謝謝 怎麼...這怎樣 來...羅瑋 你們在南部 我也來之前南部 其實南部的選情告急 其實是因為本來選民結構上 就是綠大於藍 而且都是... 縣市長都是民進黨籍的 所以地方的行政資源 其實是空在民進黨手裡 所以才會讓國民黨的候選人 覺得選起來非常的辛苦 這個是...這個其實是 反映出南部的一個現況 那至於說總統夫人 美青...美青姐呢 其實因為他...他真的很有個性 他對...他對馬總統 根本沒有把他當總統 他就...這是我的老公 我就要管你 這個水不能亂喝 紅豆餅不能亂吃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 對老公很嚴厲的一個 要求的原則之下 讓很多的年輕的女孩子 就是...就是要這樣子 我以後就是這樣... 這樣子來管我老公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 我覺得時代心理訓的做法 確實是很有魅力 然後另外呢 長期的關注在公益上 很多不經意的角度 可能是在原住民 或者在很弱勢的 一個偏遠的鄉鎮裡面 你會看到他現身到這裡 為小朋友說故事 帶來很多的社會的資源 而且都不會讓媒體來報導 所以是這樣子的一個低調 為善不育人之障的一個個性 讓很多的民眾 看在眼裡喜歡在心裡 我這個週末有到南部 跑一趟 我大概兩趟都跑過 其實... 如我坦率在世雄兄面前講 其實普遍的 國民黨籍的立委 在南部都普遍不看好 很辛苦 而且幾乎都是 不是6比4升級到7比3 就是說綠比南 其實選情真的非常不好 我不認為周美興女士 下去能改變 我坦白講 這是因為國民黨 差不多十幾年來 在中南部基層 沒有培養人才一道 這很重要 沒有繼續培養 民進黨是不斷培養 他是不斷培養 所以除非你在北部 能夠拉回來 北部來補南部是不足 如果在中部 國民黨還不能贏的話 所以我們常說 決戰中台灣是有道理的 所以但是你看看 蘇嘉全如果比胡志祥 只差3萬票 我們還沒有估算 如果國民黨在中部 都還不能拉開的話 其實南北一平 那中部又不能贏的話 其實選情不是那麼樂觀的 那你認為中美現在南部 有沒有用 當然你不能說他沒用 但是有限 所以我必須講羅斯雄 剛才那番話 我非常佩服 這個就算南部的 國民黨的年輕人 能夠這樣講坦白的話 這有股氣 有股氣 我跟你講國民黨 現在要轉型 他跟這個派系的關係 也搞糟了 這個縣市也合併了 他本來就很不容易 那這個轉型的過程 要好長好長的時間 才能夠好轉 所以譬如說現在 蘇清平到台南去了 一定輸的 那你輸了 你就不要把他調回台北 就在那邊耕耘 每一個深綠的地方 都有年輕人 蹲下去嘛 先蹲 然後才能夠跳嘛 對不對 可憐蘇俊斌 就被沈副雄這樣陷害了 不能回來 你回來 那台南市的 留下來那邊苦手含咬 對 他年紀還輕 蹲下來有什麼不對 對不對 本來想選桃園縣長的 你非要人家待那裡 王毅庭高蘇 高什麼 高蘇 不願意蹲 你蘇俊斌就要蹲 對 而且現在就是在培養人才 而且我們已經堅持青年 而且絕對不會選嘛 我們從現在就在做起來 所以其實像士雄就是一個例子 就是說他也可以這次不選 然後讓這個 反正因為選情真的是很難 他那面對狀況很難 但他願意出來參選 我覺得也就是代表 國民黨的一個改變 那你說選情是不是很艱困 當然很艱困 特別是像這個老農津貼的 這樣一個問題 雖然說 其實我覺得就算 現在國民黨跟著加碼一千塊 這個票可能也不會到 國民黨的這個手裡 不會不會 可是這種皮毛錢 就是很不舒服 那可是現在國民黨的 觀念就在於說 當馬英九他堅持 要照這個制度走 然後不被這個 每次到了大選的時候 就被這個政策綁票 然後花國家這麼大的 這個預算的情形之下 到底其他的中間選民 會不會支持他 會不會因為說 馬英九這樣做會支持他 如果都沒有兩頭落空 那就要另謀他圖了 不會 是不是 那就要另謀他圖 我給你保證不會 真的不會 那就他就要另謀他圖 就是你少的人很在意 但是其他人無感 就沒有感覺 沒差對不對 就沒差 不會啊 我覺得在都會區裡面 大家很在意的 因為每次選舉到 就是拿我們的納稅金去綁 綁裝綁票 可是呢 其實在都會區的民眾 才是大多數啊 大家已經厭惡這種 每當選舉就開始加碼 可是為什麼你不選舉的時候 就不加呢 為什麼每次老農年金 加一千加兩千 都是在選舉年 所以這裡面 都會區的民眾 才是大多數 你們親民黨預估 可以當選幾席立委 總有算嗎 沒有像你寫得那麼樂觀 我覺得大概 現在可以用差不多 將近五席算很樂觀起跳了 不分區幾席 不分區大概就是兩席 二、三 兩席到三席 那兩位原住民大概 實力都滿強的 還有金門的應該也當選 所以我認為五席是 樂觀的起跳了 金門有新黨啊 應該是新黨比較 更有勝算吧 本來不是說你要去花蓮嗎 因為那個要雙贏吧 所以我就留在別的地方了 不 我覺得這個 親民黨現在 在這個立委選情的部分 我覺得真的是會送到 受到這個宋楚瑜 是拉財還是受到影響 我覺得因為宋楚瑜 要參選總統 對於立委反而不利 有人說利有人說不利 這有兩種講法 我覺得是反而不利 一種是母雞帶小雞 一種是母雞壓到小雞 到底是怎樣 我是覺得反而不利 好吧 我們續續再回 我覺得是母雞 我是趙康 歡迎你回到 向選民報告的現場 那麼宋楚瑜 這個參選到底對親民黨的立委 有利不利 因為宋楚瑜 口口聲聲說黨團重要 黨團重要 吳敦宇今天說 我有虧待過親民黨來的人嗎 所以呢 到底親民黨 現在要堅持自己選 那宋楚瑜選到底是 母雞帶的小雞 還有母雞壓的小雞 老神說母雞旺的小雞 什麼叫旺的小雞 那什麼旺 因為從七月到現在 其實我們都被宋先 有一點誤導了 我們說他到底選總統呢 選部分區呢 去花蓮選呢 我們都搞不清楚 那我覺得他一路走來 一路在邊走邊改 那現在我們覺得 他自在選這個總統 其他的人有沒有在選 第一波的十個 我認為一個都不會當選 你認為說宋如果現在不選 立委也沒有了 宋如果沒有選總統 立委會奔盤 不用講啊 你看他比較像黃珊珊嘛 對不對 對 全部都崩盤 然後他選了就不崩盤嗎 對 就是說 但是至少還有帶動氣勢 可以一波嘛 如果我不選總統 總統 當時的 我們現在第五波 我們現在第五波